來到煽動群眾 憎恨政府 他最主要就說 如果你這樣 在普通法裏面 最憎恨英女王是兩年 現在是七年 但是我如果是依法辦事 我們習主席一直說 我要依法來統治這個國家 所以我就認為 你二十三條六楚法 只要我沒有違反這個憲制法律的問題 我依然可以覆核 我現在就想覆核哪裏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陳茂波在預算案那裏說 他說因為香港現在的環境是很差 每年都有赤字 他現在就想發債來到舒緩香港的預算的儲備 他這樣說 我不知道啊 我們財政司陳先生有沒有看《基本法》 《107條》說什麼 香港那裏的預算案要以量入為出 不是 你就去發債了 等到第二個月 你手已經沒有辦法還了 那就行了 所以我是 如果他一發債 我就有權 司法復合政府 就是這樣 他們就說 你不怕 政府告你這個煽動群眾實行政府 這個跟那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這個不是煽動群眾 是事實上你是發債 你是違反了《基本法》《107》 所以我是有權司法復合的 所以我是有權司法復合的 但是 劍蘇 你有沒有評估《基本法》 你有沒有評估《基本法》《23條》之後 司法復合那個風險呢? 不會的 因為我不相信 我按《基本法》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付給我的權利 就說 政府的權利就在35條講到沒有? 香港市民有權對行政機構和行政人員的行為之下的決定 向法院提出訴訟 這條法律寫到沒有 我有權 為什麼我要做的時候 你告我違反《23條》呢? 這條法復合的權利是不可以的 是不可以的事 但是它可以 有沒有可能以一個善華 意圖善華? 它沒有本事 共和事件 善華不成 最主要它是發行責圈的時候 它違反《基本法》《107》 那我就有權 說它違憲 提出《宣法復合》 要它停止發責 不要違反《基本法》《107》條 那《基本法》《23條》呢?《基本法》《23條》有沒有……? 這個《國安法》 由本地立法嘛 這個你發責 你違反了這個《基本法》 跟那個《23條》完全沒有關係的 你不可以告我煽動 不可以告我 說我讓群眾仇恨政府的 你明不明白呢? 《基本法》 嗯 你說先 堅叔 你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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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搶了你吧 好啊 《基本法》《23條》現在就你看到了 那些條文都出來了 其實現在你有沒有發現有哪些法律 都有違法違憲的情況呢? 因為呢 那些法律有出來的時候 他一讀二讀 然後罕獻 跟著成為法律 當然有很多啦 喂 好像神職人員 天主教和基督教 神父都說他們一定會違反《23條》的 因為有人走到去 或者有人想陰這個什麼神父 他走去神父聖堂來告解 他說我將會組織軍隊推翻香港政府 那他其實是探過神父忠不忠心的 他講完之後 就說我就現在向天主或者這個城來懺悔嘛 我應不應該這樣做嘛 懺悔 他請主給我的 讓我抓住主任 喂 然後他跟著就去告訴保安局聽 喂 我在說要策劃 來到戰鬥和邊覆香港政權 那個神父我在告解的時候 他知道我有這樣的意圖 他沒有來報 他就犯了國安法的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喂 先兩天我和神父 有一位神父這樣說 他說他們寧願坐牢都不會去違反 這個是聖經的規定 他是將你在我面前 我神父你在我面前做告解或者 我將你的東西傳遞給天主 叫天主或者上帝遙書你的罪 賜這個力量給你 讓你不要這樣做嘛 但是在《23條條》就說明 你聽到不報 你都有罪的 是七年了 那怎麼辦? 那還有哪個 怎麼說呢 教徒 就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順養者 就是膽敢走去那個教堂去看呢? 不是啦 他爭恨這個神父 他特意去告解說他會動亂的 在香港拆動亂 但是他告解之後 不是23條的立法最美身的時候 就增加了一些修建案 那個呢 我們先不理它 因為它刊憲通過 我們會看到哪一條不合基本法規定 我們可以司法覆蓋它的 這個我們不可以出聲 但是如果有人告解知情不報要做7年 這個就等這個宗教團體跟政府怎麼談 那它這個修建案就是行政、立法、司法都應該尊重 並且執行國安委的決定 就是怎麼說呢?23條到最後 它規定啊 它就是你知情不報你就要做7年間 那麽有人去神埔就告完解 想一下為什麼不行啊 立刻告訴這個政府 喂 我曾經向神埔告解 說我想謀反 但我想一下 我講完之後 我懺悔 我不想做了 那政府就會問這個神埔 有人這樣告解為什麼你不報呀? 你就知情不報了 這個就變成阿帝的宗教信仰 我不管 但是就是神是神父聽你告解 就是一個中間人 將你所說的東西告訴天主 或者告訴天主的信聽 他不過是一個傳達人 但是他是知情 為什麼你不符合 你是七年過的 是這樣的 這條法例 那堅叔 現在你說你要等到那個《基本法23條》 刊憲了之後 看看條文細緻 是不是 有沒有哪些違法違法違憲 然後你就去馬 去司法覆核 23條我都不太想去司法覆核 我只是想知道107《基本法》 兩日為出 你陳茂波要發財去來支持香港的預算論 那你就已經違反《基本法》了 那我會司法覆核 政府 發財那個是非法覆核 《基本法23條》如果違法違憲核的風險會不會大呢? 《基本法23條》呢? 那現在沒有人可以知道他有沒有違憲違法 就是神父這裏 神職人員昨天我剛剛在一個地方 在一個一個主教那裏 就是很高級的神父面前 我說這條法例是怎樣的? 他說我不管的 我們犯法 我聽到告解 我都不會去報案的 因為他是人和神的中間人 他聽到你告解 就說合起上天天主 叫神寬恕他 叫他不要做的嘛 但是你聽到你不報告 都是犯法的 那這個就是這個問題了 那這個是不是意圖入罪 先想入罪 我不管 你的《基本法》 《基本法23條》的立法就是這樣說 任何你知道的東西是危害國家的 你不去報你就知情不報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我們要看一下怎麼樣 我也想看一下我們那些神職人員 怎麼樣反對這條法例 現在立了刊獻之後 所以見所謂的也要看一看那個《23條》 刊獻了那些細字條文先 是的 那個《23條》 我沒有什麼興趣打 我只是打你香港政府 要發債來支持預算 是違反了《基本法107》 我只是打這個 不打的原諒是風險高 不是 打那些《23條》 現在不知道他們那些事情怎麼樣 好像告解那些由神父的打 如果我沒有關係 如果我想去到法庭 給法官說你都不是持訓者 關你什麼差事呀 你是老徒家 老徒家 老徒家 你告什麼呀 但是如果財政 預量入圍出 就影響我們以後的生活 和香港的那個信貸平革 所以就算是《23條》了之後 有些違法違憲的細字 見所說如果你不是持訓者的話 你也都沒有資格去打 是 師父 明白嗎 這個《23條》要跟《23條》這個話題 見所做有沒有補充 如果沒有都可以去到法庭 那我現在就講第二個問題 這個世界實在的問題 你想講台灣區的能美佬 是不是 是啊 28號就會有判詞 就說你留 那這一幫苦主 其實大多數都是很窮等的贏家 他們可能是洗碗碟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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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碟 他拿回來的強積金 他退休之後那個強積金只有五六十萬 他根本現在人這麼長命 根本不能夠有錢過到下半生的 於是就兩位特首 林鄭月娥和李家超就叫他們 你拿到五六十萬 不如你去大灣區買樓吧 因為你在大灣區一小時而已 你在大灣區買樓回來香港 都是一小時而已 你可以隨時活動的 你政府已經沒有什麼影響 對於我想她們對於政府的財政壓力 也沒有什麼影響 也沒有什麼影響 也就是你知道 所以大灣區政府的財政壓力就沒有那麼大了 於是這幫人聽了特首說 又看到美聯和富力在香港賣報紙 在香港賣報紙還說大灣區來買樓怎樣怎樣 但是根據這個投資條例 證監會103 當你看到有人這樣賣廣告 你是不是要去問他 你應該要來登記 要我證監會批准你才可以賣樓廣告呢? 你沒有 你不理 而到最後就是那些人全部都去買樓了 原來全部都爛了沒有樓加壞了 整天不符合廣告所說的 也是違反了投資條例107 證監會就犯了很大的錯誤 所以這一次我就跟這幫父子 就大家商量 由他們去司法覆核 就說 喂 全部都是由於你證監會的錯誤 那你證監會有賠償基金的嘛 有150億賠償基金 這幫父子都是40億賠償基金的嘛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相信法庭 而且這次審的法官就是很好人的 是一個英國的君曹 那他很公正 我相信我們會贏的 是28日有判斥的 希望大家看下 差不多放長雙眼來看下 如果政府輸了 那他就要拿那些賠償基金 賠回給這些賣樓的庫主 但是這幫賣樓的庫主呢 我們的賠償不是說我給了80萬人民幣 你就給我80萬人民幣 因為他們當時那個規定呢 跟他們簽合同呢 就是2017年前要交樓 沒交到 那他們呢 沒交到的時候 一路延遲 一路不合資格 那些樓不合規格 是爛尾樓 那是不是要賠償那個損失呢 另外呢 當在2017年的時候呢 人民幣是以差不多六九的計算 現在是九幾的計算 那個差價你是不是要給別人呢 所以這個最後都要怎樣跟這個政監委 即使你肯認輸 肯跪低 我們都要拿回 為這些爛尾樓的人拿回公道 那這個程序會是怎樣呢 就是第一次你 就是司法庫下提政監委 那政監委 這個是不是首次啊? 是啊 我沒人不會擔心 高了大陸你赢就都沒有錢賠 就沒有錢賠啦 我們就是被告政監委那個投資條例 103 人家在那裡賣我賣樓你又不去 本來根據這條法律 你要一看到發現他們在賣廣告 立刻說 麻煩你來登記 讓我批准你才可以賣廣告 你沒有做到 107就是這幫賣廣告的人 和香港的地產代理商 全都來詐騙他們 所以這兩條罪他們是很大的 你知不知道 因為我們過 然後使出香港那隻 那些虛擬貨幣 政府支持監視 當我們在3月 我們在12月20號 政府要來出一個抗變 因為我們入了品 18號 證監會知道 還有一個危機 這個危機就是虛擬貨幣 JPASS 立刻掩蓋JPASS 拉了JPASS 因為他們賣廣告 叫人不買投資 虛擬貨幣 是沒有經證監會通過的 所以JPASS 所以JPASS 就搞得這麼大件事 在香港現在要拘捕人 JPASS好像做廣告都做了 做了有一段時間 我忘記了 不知道有沒有一年 就是他沒有去證監會登記 但是他已經有很多人受影響 不是有受影響 證監會就去抓他們 叫他們回水 已經有二十幾億 我忘記了 是啊 是啊 所以證監會怕死地禍啊 又爆了嘛 所以JPASS 那裡就搞了 JPASS 你搞JPASS 就是南美樓一樣 你證監會要負上這個營資財務 那如果證監會輸了的層次會是怎樣呢? 才是那個 證監會輸了呢? 有兩條辦法的 第一 再打上去 他輸了 他有權上訴 但是他上訴 喂 那些是香港政府那個面子啊 他就唯有找他們去講授了 就說怎麼賠給你們 因為反正有基金一百五十億 他怕什麼拿出來啊 又不是公帑 又不用經立法會又不用其他 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上訴的話 暫時你們那些 扶著的錢是賺不回來的 等這個案件結束了之後 哎呀 如果他上訴的話 如果他上訴的話 即是把那件衣服 給人看你的底衣服 就穿入爛了 那他不如 他會找他們講授的 怎麼賠的 我很有信心 知道 那最後一個呢 建索想講一講俄羅斯 那俄羅斯呢 俄羅斯呢 就因為烏俄戰爭呢 被國際制裁 但是他自己要很多債呢 最最最最最最好的日期 就去4月15號 那個數都不小的 可能要幾十億美元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啊 可以去查一下的 那如果他4月15號之前不還呢 阿建索就說可能就有些麻煩 會不會引起一個債務危機 這個債務危機 會不會引發到一些國際的金融動盪呢 建索是什麼呢 俄羅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 他以前呢 就發行了很多債 那債券 就是美國債券一樣 發行了 那大家買了他的啦 那他用什麼擔保啊 他用他自己的外匯 他有三萬幾億的外匯 來擔保嘛 但是一打仗 全部在歐洲啊 那些外匯給美國 全扣掉 然後說 那些利息就給烏克蘭 用來做戰後的 現在烏克蘭的軍費啊 等等 然後所有給外國購留 他的那些抵抗 全部是給烏克蘭重建的 三萬幾億就給了 那你怎麼會有錢還呢 4月15號你沒有一個方案 沒有一個令債主同意的方案 你沒有錢還 你俄羅斯就要破產了 就是這樣啦 4月15號很快而已 我們快點買定 啤酒買定花生來看 俄羅斯被打 這個什麼惡人都 抵抗今天了 有沒有一些 怎麼說呢 有什麼回船的預定啊 延期啊 或者俄羅斯的其他方法 可以應付一下呢 我欠你錢 到期我沒有錢還 你同意我延期可以 但是大家肯不肯 因為知道它沒有的 它連到那些抵押品啊 等等是沒有的了 好像美債這樣賣上去 中共買了這麼多美債 但是它要拿回來 你賣在市場有交易 你賣了它就要拿回錢了 但是你俄國的局債是沒有人買的 現在的 所以俄國要破產 破產後的俄國債是怎樣呢